走過大豪公園後 我們徒步前往隔壁的五個公園 左邊有長長一排叫做紫藤花的花 顏色非常鮮豔紫色 漂亮 走到這條道路盡頭時意外發現還有幾顆沒有完全丟歇的紫藤花 所以當下就決定走過去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看過銀花 我沒有看過銀花 樹上還有一些尚未凋零的銀花 葉片已經開始長出來了 欣賞完銀花後繼續前往隔壁公園 當天是 日本就是他們的假日 就是周六周日這樣 所以有很多開車 前來五個公園的人 在家中間 真的非常多的車 二公園到了 有一條不算短的管 需要爬上去 三公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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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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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往上 可以从天寿台的位置看到 以下的音乐 整圈的视野 也十分开阔 虽然不是很高 但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推荐大家可以过来 从不同的角度看看福岡市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